第四个重点 我们介绍的是分数的加减的部分 那加减的部分 其实跟整数的加减差不多一样 那只是想小心一点 就是说我分母一样才可以进行加减 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例题 比如说两个人吃蛋糕 那小英吃了二又四分之一 小郁吃了一又四分之二 他问你共吃 共吃记住哦 就是相加 所以等于两个相加 那这边我希望你告诉你 多做个动作 其实二又四分之一 就把它写成二加四分之一 OK 那一又四分之二呢 就把它写成一加四分之二 OK 然后最后怎么办你知道吗 就是整数跟整数加 分数跟分数加就好了 所以二加一就是三 四分之一加四分之二的 就四分之三 所以变成是二加四分之三 然后你最后再合并 变成二又四分之三 然后我先提醒你哦 这边先写这个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你不敢保证 你的后面这个地方是真分数 如果不是万一这不真分数的话 你还做修改哦 OK 这样会啦 好 那下面这个里面有个题目 你可以练习看看